北京时间1月4日消息 2022邀请赛版冠军联赛 继续进行第三小组循环赛的争夺 中国帅哥肖国栋发挥出色 3比2显盛世锦赛冠军斯图亚特宾汉姆 另一场比赛 新科界英锦赛冠军赵新童 则以3比0轻取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克赛而比 邀请赛版冠军联赛第三组开赛之前 已经结束了两个小组的比赛 中国名将梁文博以第一小组投名晋级优胜组 鲁宁则打进第二小组决赛 肖国栋也参加了第二组的比赛 小组第五位能晋级半决赛 但与其他三名球员滚动来到第三组继续比赛 肖国栋目前世界排名第30位 第三小组循环赛第一轮 他的对手是2015年世锦赛冠军斯图亚特宾汉姆 后者世界排名第12位 过往肖国栋与宾汉姆总共有两次交锋记录 战绩是一胜一负 就战绩而言 两人打成平手 但从实力上说 兵汉姆无疑占优 本场比赛 赵新童与兵汉姆 这位世锦赛冠军打得非常胶着 在1比2落后情况下 连巴两局3比2逆转获胜 比赛第一局 肖国栋一上来率先发力 他通过几次上手 76比8先胜一局 1比0取得开门红 第二局 兵汉姆打出单杆59分 77-6扳回一局 比分追成1比1 第三局 兵汉姆持续发力 他又通过几次上手 58比12再胜一局 2比1反超比分 在短局的冠军联赛中赢得赛点 第四局 没有退路的肖国栋展开绝地反击 他打出单杆68分 90-4挽救赛点 比分追成2比2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决胜局 肖国栋与兵汉姆打得非常胶着 中国帅哥顶住对手的攻势 通过几次上手 65比35锁定胜局 3比2逆转战胜兵汉姆 取得第三组循环赛的开门红 3比4逆转战胜尽